工作身边的这个环境 没有小姑娘吗 确实吗 确实我开挖学机 工地没有女孩 多少人你们工地 没有200元左右 一个女的没有 有 做饭呢 多大岁数 应该是50多 那根据范老师的这个鉴定 在套用五号女嘉宾的理论 你就是狼系小伙 你这个狼系听着就不大好听 那你看 你这个T恤上印的 这不是只狼吗 狗 这是狗王哥 狗 我可以说它是狼狗 范老师的评价准不准你觉得 他刚才说的对不对 挺准的 挺准的 你刚上台看16个姑娘 当时啥感觉 那犀利豁然开放 范老师就是你看到的细节是对的 7号李哈哈 你好小伙 你嗓门大 要是找个嗓门小一点的沟通 会不会特别费劲呢 因为我嗓门就是平时说话声挺小的 我跟14号大脸说话特别费劲 耳朵像帮好使 喊好几遍 你说说话了又整到我身边 得热了 你嗓门平时太大了 我感觉他旁边都挣耳膜 我怀疑他把自己耳膜挣坏了 这四号大脸有人说你说话的声音大吗 都说呀 他们说了 你就不应该就大脸 你就跟他就大扫门吧 你觉得他这个怎么样 挺好的 跟我这性格是一样 性格一样的 那你俩要过日子咋样 那就得用老一辈讲 就得鸡飞狗跳 但是说实话小伙 从你出场我们没感觉到 你这嗓门有多大呀 没觉得你是属于大嗓门型的 我要15号给我灭住 就是你灭了他灯 他一下把你的那个杀气给灭下了 是吗 你跟14号沟通一下 我看你俩大嗓门到什么程度 干啥呢 瞎呀看不着啊 你倒不做饭呢 我干你的呀 往前还娶你更好的呀 我不给你生孩子了吗 那我就服了 咋个了 那我就服了 属于纸老虎 纸老虎 你是纸老虎啊 前面那两下子 我觉得好像挺狠的是吧 国家他灭我灭的挺能的 咋灭的 就刚才那句话灭的能了是吗 那对呗 但我觉得他俩要是在家 谈情说爱 旁边邻居说 对面那两口又干招了 你看看 你俩人 你说这打情骂笑的这种感觉啊 你想是想找这样 还是想找温柔的 蔫蔫的 温柔一点吧 但是稍微也应该有一点脾气 稍微还要 你看这尺度多难把握 温柔 还要稍稍有一点脾气啊 好 那第一个短片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我虽然一米七 但是我想找个大个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流水家族的男人都太 我爸一米五九 我大爷一米六零 我爷一米六一 但是据我分析 都说我爸长得像刘德华一样的那么帅 所以找到了我妈妈 我妈妈的个头是一米七 所以我遗传了我妈妈的基因 但是从我这一代 我想找一个大个子 把我们流水家族的基因彻底改变 我找对象 想找一个文静一点的 随和一点的 说话不要像我一样 操操把火 这不然的话 咱们两个的日子 一定要像二十段一样 天天操操把火 操操把火 我找对象呢 一定要找瘦一点的 穿衣着漂亮一点 每个男孩的心目当中的女神 都是这个样子 带着出去 顶着回来 我坚决不找空姐 你是天上飞的 我是地下挖沟的 好像我给你下陷阱 虽然我叫六百万 但是在彩礼这方面 我会分文不给 如果你要房子 要车 我可以过户在你的名下 但是你要彩礼 我真的不会给你一分 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 就是你不要的情况下 我可以平常彩礼在十万元以上 但是你要我真的会分文不给 我这个人特别孝顺 也特别公平 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 你妈有的 我妈也得有 在给我妈买东西的过程当中 也会给你妈买的 我先调查一下刚才大家是在哪个环节啪啪啪的灭灯 因为什么原因 来十号张鸭鸭 那个我这个头复合 但是你不给彩礼我接受不了 你要彩礼就相当于你对这段爱情 一点也不踏实感觉 你不要彩礼的情况下 我给你 就是在咱们两年感情之外 我给你的钱 跟感情不发生任何关系 我刚才听你的意思是 不给彩礼 但如果女方要房子要车 你怎么办 我都可以过户在你的名校 但我觉得给房子给车 其实比彩礼要多 对 十六号 对吗 我感觉你是对这个彩礼 这两个字特别敏感 你是因为这个彩礼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 在有一段感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两个马上就要谈到结婚的 这个事情了 结果到她家去谈这种事情的时候 她的父母抄了我们家 要了二十万彩礼 我的父母没有这么大的经济条件 去给你拿这么多的钱 我感觉因为我结婚了 坑了我的父母 不值得 你跟女孩的感情特别好 就差这二十万 你考虑到爸妈 你就觉得这事不能成 对 因为我把孝子放在前头 二号范老师 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我虽然不要彩礼 但是我觉得彩礼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应该替女嘉宾说一下 因为这个父母吧 嫁姑娘和娶媳婦是不一样的感觉 娶媳婦也是往家领进一个人 一口人 嫁姑娘是往处送了一口人 所以父母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 是伤心的 所以这个钱吧 她不是非得要这个钱 懂吗 她是在心里找不到这种感觉 这种空缺 所以说这个彩礼的问题是可以商量 如果两个人感情出到一定位置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可以商量 你小伙你说你跟你的前女友 是因为彩礼的事 黄的对吧 我觉得是还是离开的就不是最好的 所以你还是再找下一段姻缘吧 好 谢谢 好 现在是两个短片过后 我看到是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 大圆有话要说 有 小伙儿 你看见我的内功所存在的潜力了吧 看见了 你不能惹一个叫大圆圆的女神 否则你这后果将惨不忍睹 你瞅着啥样呢 都 你想说点啥 没什么想说 大圆圆加油 奖上有请 有请 大圆圆 看没看着 感觉你的来了 加油美女 是我姐妹 我就支持她 谢谢大圆圆 姑娘很勇敢 对对对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宾妙 然后我今年23周岁 然后我家是吉林市的 我的爱情宣言是 霸道总裁看过来 拨铃拨铃的我最可爱 我是在下面一直坐着 从男嘉宾一直上台 我一直在观察她 就是说从她的性格 还有她的身材长相 都是我特别喜欢 我喜欢那种 稍微有点肉肉的 但是不是很胖的那种的 短片中有一句话 特别触动到我 你知道吗 就是说 给你妈买啥样的 就是给我妈买啥样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而且你说不给彩礼 我来着想我爸说了 那个我家姑娘不要彩礼 要啥彩礼 好 这姑娘非常勇敢 刚才我刚才说 十六盏灯都灭了 刚想要安慰你 你看看 马上转机来了 刘安花明又一村 你看看去看看 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是大美儿 早晚会有人洗 接下来需要你的大嗓门了 大美儿 刘冰冰 你愿意嫁给我吗 来 等我等我 跟这瞎起啥后吗 咋的就嫁给你 你愿意跟我走吧 你过过来吧 你过去吧 不然你可以 微速的多近了一步 你把他吓死了